你好 現在什麼工店 5號 過了用餐時間 還是很多人點餐 因為除了炸雞薯條 炸米糕麵線羹 通通有 堪稱南霸天 台式素食店 丹丹漢堡 櫃台貼出公告 3月8號開始漲價 它只有漲3塊5塊 我覺得還OK 因為它本來單價 就比人家低一點 3到5塊還可以接受 如果是10塊3 可能就比較沒辦法接受 因為像物價上漲南面 丹丹漢堡告示牌解釋 基本工資原物料 食安檢驗等等 加上從今年1月起開始 食薪調高到185元起 種種因素影響 全面飲料通通漲3元 精選定時餐8套上漲5元 漲幅2.76% 不過也有7個套餐價格調價 距離上次漲價 事隔1年4個月 3月8號宣布調漲 其他同業官網中 雜物下鍋滋滋作響 雜蝦炸雞排夾生菜 超澎湃海陸漢堡 被形容是單單漢堡對手 七七炸雞 目前沒有漲價計畫 但4月電費調整 尚由廠商漲價 不排除跟進 至於另一家高雄的老字號 一口可樂一口炸雞 鮮嫩多汁超juicy 開業38年 德州小騎士 很乾脆不跟進賊婆漲價 目前正不跟進 薪資架構其實不是漲價的主要因素 目前的原料都有在漲 包含薯條 可口可樂 美食漲價 民眾最有感 難霸天單單漢堡 公告套餐飲料 部分品項即將漲價 消費者想吃得多準備幾個同伴 三立新聞張哲如恢山 高雄不道